我该用怎样的歌谣赞颂你 你不受任何束缚 自由漂浮在海上 当你奉献出你的土地 让阿波罗出生 航海的人们给了你新的名字 Dilos 因为你不再迷茫地漂浮在水面 而是在爱琴海的波涛中扎了根 在希腊六千多座岛屿中 Dilos提洛岛最为神圣 这座县已无人居住的小岛 是光明诞生之地 是古代同盟的一世场地 也曾是地中海区域首屈一指的贸易中心 现在Dilos只作为考古遗址开放 要前去参观的话 需要搭乘当天从附近的岛屿出发的船只 现在我们就坐在非常摇晃的这个船上 从Mykonos出发 即将到达Dilos的港口 提洛岛坐落在爱琴海中央 200多个岛屿 众星捧月般将它围绕 组成了Kikladis-Diklazis群岛 即环状群岛 虽然只是一个五公里长 1.3公里宽的小小的岩石岛 但是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 Dilos是最神圣的一个岛 因为在他们的神话里 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这对孪生的神明 就诞生在Dilos 和马宋诗中这样讲述这段神话 女神乐托怀上宙斯的孩子后 神后赫拉心生妒忌 派出巨绑皮童追杀乐托 阻挠她顺利生产 为了逃脱迫害 乐托四处流浪 但所有土地都惧怕赫拉的威势 不敢为乐托提供庇护 最终 一座漂浮在爱琴海中的岩石小岛 接纳了乐托 让它在自己的土地上 生下了阿尔特弥斯和阿波罗 从此 这座小岛停止了漂泊 被神明的光明所笼罩 成为了航海者视野里 一个清晰的目的地 于是它获得了名字Dilos 以为清晰的 最早在公元前九世纪 人们就在Dilos修建了 属于阿波罗和阿尔特弥斯的圣地 后来的几百年里 人们从希腊世界的各地 跋山涉水的赶来 来崇拜 思长着光明 智慧 理性 医药 艺术 等等领域的阿波罗 和她的孪生妹妹 月亮女神阿尔特弥斯 以及她们的母亲 女神莱托 修西底德记载 为了确保提洛岛的神圣性 古希腊人曾数次进化这座小岛 公元前六世纪 雅典的建筑 比希特拉图下令 将岛上神庙附近的坟墓 全部挖开 把其中的尸体 转移到其他岛上去 在公元前五世纪的 波罗本尼萨战争期间 根据神域的指示 所有人被禁止 在岛上生育或死亡 再之后 所有岛上的居民 都被迁移了出去 让提洛岛彻底作为一个圣地而存在 让提洛岛的名字至今闻名的 是她在希腊历史中的重要角色 在西波战争的最后阶段 希腊150多个城邦决定组成一个同盟 团结起来牵制波斯帝国 公元前478年 这个同盟的第一次会议 在提洛岛召开 由此这个同盟便得名提洛同盟 同盟在提洛岛上议事 各城邦的共同财产 也被保存在岛上的金库 这座神庙是岛上最大的阿波罗神庙 它的建造开始于公元前476年 是由提洛同盟的 同盟国共同出资建造的 所以也标志着这个同盟 比较团结的一个时期 然而提洛同盟成立后不久 便沦为了雅典施加其霸权的机构 雅典作为同盟的领导 向其他同盟城邦 征收纳贡和战船收为己用 公元前454年 同盟的金库也被从提洛岛 转移到了雅典 另一边脱离了同盟的斯巴达 成立了波罗奔尼撒同盟 与雅典对抗 最终在公元前431年 两大同盟开战 几古希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大战 波罗奔尼撒战争 随着希腊众臣帮在混战中衰弱 擅长航海和经商的菲尼基人 在提洛岛建立了殖民地 提洛岛退去了神秘 发展成了一个热闹的海上贸易中转战 罗马统治下在公元前166年 Dilos被转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港 之后许多富商在Dilos定居 来自地中海各地的建筑师和艺术家 也为他们定制豪宅 在这里建造了许多华丽精美的房屋 用马赛克地饰和雕塑装饰着他们的家宅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提洛岛的古迹中 岛上能容纳数千人的剧场 错落有致的街道 美丽气派的宅院 和至今留存的精美马赛克 诉说着提洛岛当日的繁荣 古希腊人有句谚语 阿迪斯奥斯佩尔伊斯蒂 你欢乐高歌象征航向提洛岛 提洛岛就是碧海中那最令人向往的乐土 据估计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 大约有三万人生活在提洛岛 来自地中海区域不同国度和文化背景的居民 互为邻居 说着通用希腊语 一起工作和娱乐 却自由地崇拜着各自家乡的神灵 在思长着和谐和秩序的阿波罗的注视下 众神和仰望他们的多个民族 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式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 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 比远方更远 远方的孤岛 海风尽吹 唯有野花见证了众神的诞生和死亡 也唯有野花 在众神的祭坛和庙宇前生生不息 将时空的墙壁打破 带我们返回那片众神的草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